郑俊鸿和何彦师拍拖两年半终于修成正果 这天举行婚礼 一对新人身穿中式礼服 乘怀车到达 何彦师的裙挂绣满街一线 加上带着的金珠和三对龙凤手装 肥肠有贵气 两很神情一文 谢杀旁人 早上接新娘也在温馨的气氛下完成 长辈们也向新人送上祝福 而郑俊鸿和何彦师听最多就是这一句 除了玩新娘游戏 郑俊鸿还向何彦师 念爱的宣言 其实爱的宣言就是他写的 给我念出来 所有都蛮搞笑的 但是也是很感动 有没有忍不住眼泪 有一点真的讲到最尾的时候 就有一点感动了 没有眼泪还没丢下来 但是就忍住了 兄弟姐妹阵容也非常庞大 包括陈妍 蔡思贝 赖卫林 吴嘉西 陈家宝 张颜康等等 姐妹们穿上粉红色纱裙 组成最强的姐妹团 陈妍和思贝分享借新娘去世 还说被开门令是吓到 我们非常满意 真的是一开门就哇 从来没有开过那么大的值票 而且那个计划是好像有八位数字 不过我们就是刚刚忘了看就是没有看那个币是什么什么 currency 就是看见那么多的数字 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数字已经忘了已经非常了 已经觉得OK了 进来进来进来 因为刚刚有人那你又看到那个currency currency是什么 不知道 陈妍和思贝都有传绯闻 问到酒妹团中下个到谁结婚 他们就说要看谁抢的花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根报道